一句話惹毛女童父親站起來一拳 灰象身材魁梧的男子 又拿起店內椅子往對方頭上猛砸 兩個人扭打成一團 連電風扇都被解體 女童父親年輕力壯 明顯站上風 把對方壓在地上死命攻擊 絲毫不手軟 女童被媽媽抱著站在一旁 嚇到不敢再哭鬧 原來是小孩的哭鬧 點燃大人間的戰火 當時羅希男子在店內 一邊看電視一邊用餐 但隔壁桌的女童 疑似吃飽想睡覺了 在爸爸腳邊跳上跳下 還不停哭鬧 男子先回頭狠狠瞪了他們一眼 下一秒突然出腳 猛力踹向一旁椅子 突如其來的舉動 讓已經被女兒吵到很煩的爸爸 情緒瞬間失控 兩邊都是蠻常來的客人 打架就不是很好 女女可不可以反架她的小孩 她就打我了 警方到場男子依舊驚魂未定 頭部血流不止 外套整片沾滿血跡 醫護人員趕緊替他簡單包紮 送上救護車 一群人在急診室門口徘徊 進進出出東張希望就想再找人 害得被害人羅希男子坐在救護車上 完全不敢離開半步 我們就先把燈關掉 然後請後方兩位同仁側身幫他擋住 五號下午三點多 新美市三重一間小吃店爆發 打架糾紛 兩桌客人剛好火氣都很大 小孩哭鬧引燃倒火線 場面一發不可收拾 羅希民眾的頭部有撕裂傷 跟臉部有抓傷的情勢 店內椅子當武器 還一路追到急診室 三歲小孩吵鬧 讓兩個成年人在小吃店大成一團 雙雙掛彩 也在幼童面前做了最不良的示範 記者周天杰坦克萌 新北市採訪報導